欢迎收看 命令好好玩 大家好我是何毒霖 我是郭敬澄 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子女不孝顺怎么办 别担心 有钱就可以孝顺你 怎么可能 应该是说有钱到底要不要给他 对 要不要给 大家都说千万不要给 对 专家都说千万别给 但是我又很怕 我万一失智了以后又被外人骗走 怎么办 放我这 人性就是这样子 认识你一辈子 最后再被你骗一个 我要请你讲 还没死我先气死 你这个人真是小人之心 好了 快点介绍来宾啦 老师来 欢迎我们命理老师 首先欢迎周应均老师 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李玉佩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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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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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欢迎几位来宾 警官来了 这一定要认识的 首先欢迎高任何警官 大家好 大家好 律师也来 光德菲财产的问题 苏嘉宏律师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欢迎许盛梅小姐 盛梅姐也来 来啊 好的 好的 来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都有一天都会老 但是财产到底要怎么分 有有有 他有说分早了 还是拿了就跑了 我跟你讲 对不对 你不分他 到时候每天来骂你 或者什么 可是我昨天 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把我所有的财产 都留给我儿子 不公平 那女儿 女儿有进程权的 那Mina怎么办 Mina她应该可以找到一个 还不错的老公 Mina昨天 我儿子讲了一番话让我决定 我决定全部留给她 她说了什么 她说妈咪 我跟你说 有时候金光榜是从小妈妈自己培养的 你听听看 你听听看 她说妈咪 你知道我的生日礼物想要什么吗 我说儿子啊 你是九月才生日 你现在要生日礼物也太早了吧 而且我连看都不看她 我大概想说 她应该要跟我开出她要买什么 所以我就划我的手机 我连礼都不理她 她说妈咪 其实我已经想好我的礼物要什么了 你听一下嘛 我说好 你说 我只想要妈咪 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这就是我最大的礼物 哇 好吹力哦 那我都给她好了 我都要哭了 才六岁 我心里想说 这是不是抖音里面有教 谁教她的 我不知道 我说你怎么会讲这个话 她就说 是我心里的话我想要跟你说的 很夸张 你说是不是要留给她 她当初七岁生日的时候就说 不要派对 我们去文租公拜拜保佑妈妈身体健 那么所有的财产都给她好了 来 这一则新闻 让你冷静冷静 好 我听一下 当你有时候太感动的时候 请记得回家洗衣服好不好 好啊 这一则是 千万的房产全部送给独子 结果产被丢包到医院 什么 连安养院的费用都给她退租 好狠 结果还好这个阿伯还留了最后一口气 要讨回公道 这个阿伯 我先讲他家庭的结构 阿伯跟阿嬷 然后他们只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也结婚了 所以他们是一家四口住在一起 然后他的太太在2013年往生了 阿嬷往生了 所以关键是在2013年 大家也知道就是通常有一些家庭是这样 爸爸的财产很多会放在妈妈的身上 当这个阿嬷过世之后呢 那阿嬷所有的财产是他的儿子继承了 那在继承这个遗产的当时呢 儿子可能应该也有跟爸爸讲到 就是说 我们先讲 阿嬷过世 阿嬷的遗产应该是阿公一半 有特留分吗 没有 不是 阿公跟其他小孩子是要共同继承的 不一定是阿公先一半 因为看谁多谁少 因为如果说阿嬷才才 他自己赚的比较多 那当然要分给阿公 可是如果说 其实阿公赚的比较多 阿嬷其实没有赚 是他赚赠的 不用互相分配 就是阿嬷过世了 他的遗产 其实是要全家共同来 分配 但是他们 阿公大概想说 我也这么老 我也不需要 好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他们全家 其实要继承的就是阿公跟他儿子 因为媳妇没有 对不对 那你这样想就是说 阿公也有一些财产 有什么财产呢 有房子 可能有一些现金 将近千万的财产 那这个儿子当时就说服阿公说 现在妈妈这边的财产 现在也归我了 那不如一并我们处理 爸 你的财产现在也给我 你放心 你现在只有我了 我一定养你 以后每个月还会给你两万块 你生病住院什么 我都会照顾你 千万才给两万 对啊 不划算是不是 对啊 太过分了吧 对 两万要干嘛 但是问题的发展在于就是 阿公当时是觉得有道理 因为我这一辈子也就是靠你们嘛 就是儿子跟媳妇 所以这些钱留在我身上没有用 应该先给你 到时候你再分配 比如生活费给我 重点是 将来如果住院或安养 你们都会照顾我 这是买个保单的概念 所以阿公就说好了 都给你了 就过户了 2013年过户之后 过了两年 阿公马上就出了状况 出车祸 阿公这时候就开始抱怨了 我就住院的 儿子也没来 媳妇也没来 讲好那两万块没给我 说实在的 他们说两万块你们也没打契约 这阿公自己讲的嘛 对不对 又再过两年 更惨 阿公因为年纪大会有社护线问题 常要动手术住医院 都没有来 之后甚至 阿公有住一段时间的安养院 安养院前其实这个儿子有付 好重点喔 接下来呢 我的房子都给他了 对不对 这个儿子喔 蛮厉害的 因为他这个房子到手上之后呢 他又拿去跟银行贷款抵押 为什么呢 他换了一些钱要转给他老婆 重点就是这个 就转给媳妇了嘛 对不对 怎么转呢 房子抵押出来 有一个350万的现金 每个月呢 这个媳妇就提领这个钱 把这个钱全部以领 就把这350万 领到了媳妇的身上 你知道喔 这很恐怖喔 第一没有赠予的问题 我就一个月就领9万块啊 没有这个税的问题啊 这儿子很聪明 钱都转到媳妇那边之后 儿子就这样了 接下来就跟爸爸之间 关系很不好 爸爸就抱怨说 没有那2万块的生活费 爸爸住院完之后呢 要回这个安养院 哇 连安养院都进不去了 因为儿子已经把安养院的 这个都退掉了 就让爸爸很气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当时答应我的 好 这个阿公就对这个儿子 提出了一个诉讼式 当年我给你的房产 你现在还给我 真的啊 你不笑吗 你现在还给我 法官判决阿公败诉 因为 这个老先生如果他本身 他有什么退休金啊 什么钱啊 每个月如果你足够的自己 抚养自己 是 老人家自己可以抚养自己 就不能要求小孩子去 去付浮浪费啊 对所以今天还必须说 我今天都没有钱 我才能告你 好 这个阿公就对这个儿子提出了一个诉讼式 当年我给你的房产 你现在还给我 真的啊 你不笑吗 你现在还给我 法官判决阿公败诉 因为你的赠予当中 当时就是给了嘛 你没有一个附加条款 所以你就是已经给他了 你怎么能几年之后还拿回来呢 阿公好可怜哦 那到底要不要给 可是子女孝顺不孝顺 我怎么附加条款 一天三餐送饭 三餐 要送饭 当年说两万块 为什么没有写在里面 对啊 两万块 或者是说你没有 就是说如果以上行为 就比方说你不笑 遗弃 抛弃这些 有这些但书约定的话 对啊 这个就问苏律师 那这个新闻 判老公败诉 那有哪些原因 我告诉几个原因 主要三大原因 大家要注意 因为今天如果你前面懂法律 后面就比较不会碰到这种问题 第一个法官判败诉是说 今天你要 你说每个月要给两万块 请你拿证据来 没有白子黑字 没有白子黑字 口头约定而已 口头约定有时候很难说 你说有说没有 那当然这个案子里面 判决是有交代说 问一下阿公 到底有没有这样约定 阿公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 没有白子黑字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如果没有约定这个 那如果小孩子都不抚养他 不是也应该吗 我们都听过很多新闻说 孩子不抚养父母亲 父母亲流落街头 父母亲还是可以把他告他 把房子拿回来 弃养 对不对 弃养什么的 为什么这个案子不行呢 那就要看 我们要养父母亲 不是金山银山 给他吃大鱼大肉 是用最低的标准 请问一个人 一个月最低标准 多少钱可以活 法院的认定 法院认定 我们用那个最低薪资看吗 我告诉你 一万一千多 一万一千多 因为他不是在台北市 好不好 他最低话 新竹 对 一万一千 他也不是说 每个人每年消费的 这个总的去看 不是 他是用那个最低 你要能过生活 好像一万一千多就可以 所以这是法院的认定 对 我纵使觉得说你不孝 然后你只要每个月 有给到一万一千多 法院认定就是 他也没有不孝 而且不定的是给 是你的生活支出 是你本来就有 这个老先生 如果他本身 他有什么退休金 什么钱 每个月如果你足够的 自己抚养自己 老人家自己可以抚养自己 就不能要求小孩子 去付抚养费 对 所以今天还必须说 我今天都没有钱 我才能告你 所以今天老先生 被法院认定说 好像你还有一点钱 可以过这样 他儿子好像没有不敬 怎么抚养责任 两点就倒不过 对 那第三点是说 那这个儿子也是叫区 他说我也有照顾他 所以他也提出一些证明说 我有照顾他 之前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他也提出一些证明 而且他说很多的钱 是因为跟什么媳妇调介的 所以有些状况要返还 所以有一些不足以外人道的情急 所以法官才判他 判他这个胜诉 不过你要知道 这就是因为法院 公说公语婆说婆而已 你如果在一刚开始 能够处理好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对于法律的常识要有 对不对 不能儿子说 我希望妈妈平安百 对不对 平平安安安 长命百岁 就把所有的财产 不过一辈子叫父母 对 父母如果想要赠予给子女财产的时候 有什么样建议要注意 如果今天我很想赠予有孩子 那你要记得写什么 要写一个副条件赠予的契约 我就试你的一个范例来给大家看 来 为了感谢父母亲养育之恩 儿子愿意尽最大的孝心 来照顾抚养父母 父亲愿将台北市新生南路 一段148号九楼之一的房屋 及其桌土地 试驾 大概如果有一亿元的话 赠予给他 那么 儿子愿旅行一下条件 如果有任何一条件 没有旅行的话 有权撤销赠予 你看白子黑 所以句话很重要 对我有权撤销赠予 你不要做的话 没关系我就撤销了 儿子已经履行的部分 就是儿子之前有给的钱 抱歉 冲作违约金 一概冲作违约金跟校养金 好酷 不用返还 我们来看 大家比较在意是 你要回家来看爸爸妈妈吗 所以我们还是写上去 父母亲目前居住在老家 儿子至少在农历春节除夕 跟每个月一个周日 要带媳妇跟孙子回家团聚 我觉得这最重要 你写到这么细 很好啊 我告诉你 你要写才会有 没有写就没有 约定好是对的 约定好 虽然这个条文还是有点模糊 可是尽可能儿子就知道 你要做对 他心里有个压力 第二点才是重点 第二点是说今天我们 这比较能够确定 你看每个月 院自108月5月15号起 每个月15日前 给爸爸 然后到哪个银行账户 多少钱 一万五 不多啦 妈妈一万五 他也可以这样约定 他没有给就是违约 就可以把它拿回来 所以钱为什么很重要 是因为钱在法律上的旅行很明确 你说我们回家吃饭 有点难 但是这第二条一定要写 那最后呢 如果什么医疗费用 家中外籍看护公司薪资等等的 盒子负担 管理费 制装 对 其他负担 全部都写上去 有没有 我都给你一亿元的房子 你部外劳的钱很合理 可是大家如果都没有写下来 我告诉你 到时候我们看到法院都是说 有 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说没有 所以今天如果要送的话 你一定要写这个 那我原则账分 请问你说 如果他违约房子要回来 他给的钱全部都算违约金 那如果他要不回来 他房子已经卖掉 或者他拿去干嘛投资赔掉了 对 这比较麻烦 这个地方就变成说 还要他儿子有钱才可以拿 对 所以我刚刚讲说 一般传统的话 你用这个方法 可是你觉得你的孩子不是 有点可靠又不是太可靠 你就要依赖法律 法律会比较可靠 所以某种程度上是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看你是现金还是不动产 不动产现在都建议 就直接写一份遗嘱 给儿子继承就好 因为你还可以省一些增值税 还省掉一些房地合一税 不需要的问题 因为你用正义的时候 后面还有一些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所以我都建议 如果不动产 大方向是用写遗嘱 现金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财务的工具 包含信托 保险 你都可以做这样的调整 让他可以拿 因为保险你可以更改受益人 二字不怪我就改掉他 对不对 保险不用打官司 不用打官司 我还在我就说 对 例如说我今天 我是刚刚那老先生 我要给我儿子2000万 我就买保险给他2000万 收一人写他 可是我在你不孝顺 我收一人更改 就给女儿了 马上就可以更改 只要我在的话 所以就OK 所以有的人会用保险 当做一个理财的工具 控制孩子 控制孩子比较孝顺的工具 对 所以不动产 跟动产有些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预防更清楚的话 我们就用信托 如果你今天可以要了解信托 我爸不是全部财产做信托 有一部分做信托 例如说这个老家 爸爸生前都爸爸住 我死后再给你 就直接立下这个信托的器具 这样的话会更清楚 知道你活的时候 你还可以住老家 最多的人碰到这种问题 我老家可不可以住啊 可是我想分配 那就只好用信托 你可以住 但是你死后给小孩 蛮好的 蛮好的方法 只是大家需要多了解一下 新的工具 所以大家在 子女孝顺甜言蜜语 感动要签名 要送给她的时候 对 要洗衣服冷静一下 而且要找律师问一问 真的要 找律师要看我们这一集 好 那苏律师 我们在网上下载这一份好了 大家也都愿意同意 然后就签名 这样就好了吗 我需要请律师来帮我们 做一个见证或者是 他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 甚至于为了父母他会放弃 所以父母可能老了 可能有一点病了 他跟为了父母他会放弃 他自己很好的职缺 其实这种人通常 他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 有时候因为这样子 甚至于选择在家 自己家里开工作室都有 他就是愿意为了父母 去照顾给你这样子的人 那苏律师我们在网上下载这一份好了 大家也都愿意同意 然后就签名 这样就好了吗 我需要请律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见证 或者是 如果你财产比较多的话 我会建议是请律师做见证 或公证做认证 认证 有民间公证可以做认证 认证之后他确实 因为打官司常常都说 爸爸脑袋不清楚 或者今天被胁迫下来被签的 所以今天如果第三人是律师 或者是公证的时候 会代表比较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而且有时候签字是会那种 抖动你知道吗 这是哪一招啊 抖动咧 抖动是老了 有时候老的时候 你不小心 失智的问题 有时候应该这么说 我们有时候要看 假设这个孩子很孝顺 他已经签给他 然后他现在抖动签 那结果另外的人说 这是假的 有时候要犯个立场 我们现在想说 拿到财产的人不孝 可是有时候不是 拿到财产的人很孝顺 可是没有拿财产的人很孝顺 他就会质疑说 这个这张纸 不是爸爸的笔记 这不是爸爸的笔记 你是设计爸爸出来 所以那个房子 什么都是你设计出来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说要给的 要有智慧 一定要有一些 或者说你说 那我不想找人做见证什么 那没关系 你是拍下视频好不好 拍个视频 拍影片 可以吃饱 妈 你这个你看 我们这样签 这位是你一次 有签 我在签的 至少说我们拍下一段 比较不会造假 就比较不会造假 真的 那这样主要让大家不要是吵架 要有法律常识 然后一定要够冷静 是的 律师自己找 你不要用孩子的说 这位朋友 他都不用太钱 比较便宜 那我们就都听了 真的 而且那后面再加一条 就是说 如果孩子五次已读不回的话 就收回不动才 真的啊 现在很多爸爸妈妈气死了 就是说 他理都不理 在找小孩 他读了 但你就是不理 不接电话不回 他好胆又读 你也太狠了吧 来来来 周老师 请教周老师 什么样手面向的子女 这个不管父母怎么样 他都会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 我们来看看 敬重父母不离不弃的人 就是法季线一定要很整齐 法季线通常整齐的人 对于父母 对于就是 应该讲说 所有的那个条例什么 他都非常非常的遵从 他是不会随便的说 这个事情会 他会有那个模糊空间 他其实比较不会 再来就是他不离不弃 他对于父母 他不管就是 心中父母 孝顺父母 遵从父母 他对父母可以讲说 什么都好 因为他也是从小在父母的照顾之下 父母的爱护之下长大了 他对父母的一定会特别好 尤其是这个 我们称为这个日夜角 日夜角就是父母宫 父母宫的地方 如果说微微的隆起 不能太高 微微的隆起 通常这种人 他很可能对父母会相当下 从小就是一直 让父母引以为荣的儿女 那到了以后 就是长大出了社会以后 他甚至于都为了父母 他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 甚至于为了父母 他会放弃 所以父母可能老了 可能有一点病了 他跟为了父母 他会放弃他自己 很好的职缺 其实这种人 通常他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 有时候因为这样子 甚至于选择在家 自己家里开工作室都有 他他就是愿意为了父母 去照顾父母 这样子的儿女们 再来就是 视亲自孝 善待父母的人 这种人通常就是眉毛 比较长 比较长 就是比眼睛长一点 而整齐毛一定要很柔顺 像这种人也是对父母 会体贴入围 就是说为了父母 他会亲力亲为 他甚至于对于 他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都能够照顾到 有时候他兄弟姐妹 可能没有那么的对父母 那么的有耐心 他可能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会有耐心 那就是变成说 好了好了 你们都是工作好了 我来照顾 很可能就是什么事情 都会一手拦下来 他对父母 他这个从小就是六亲眼 会比较好的人 对父母 对兄弟姐妹 都非常的愿意去照顾他们 愿意尽己之力 去做这些事情 再来就是 关爱酸亲 敬而不为 这种人就是 耳朵一定要比较厚 耳厚 那还要长 再来就是 他的轮廓要分明 而且耳朵又长又厚的人 通常这种人 对父母也是非常的遵从 很关爱父母 他从小也是在 父母的关爱下长大的 那长大以后 他也是对父母 非常的关爱 他常常会父母 就是人家想认为 他会认为说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父母任何的事情 大家都愿意去尽己所能的 去遵从他们 有时候甚至于 父母的 就是我们讲说 他们的吃的东西 他会因为 有时候年纪大的人 不能吃太硬的 他也会愿意为父母 去吃比较软的东西 他自己也跟着 父母这样子吃 那父母的 跟你讲一年设计的衣服 他都会帮他准备好了 会帮他们 适合他们的那个 身份地位 这样子的 甚至颜色 会寸从那个父母 他们穿的 那父母说什么 他就是什么 他绝对不会 违背父母的意思 所以像这种人 都是属于 应该讲说 不管父母怎么样 都会去照顾父母的 世亲自孝的一些面相 乖孩子 大家看 这位老先生 叫尹川建宗 他有多少身家呢 有千亿 有 千亿 他的身份 他说他是国民党荣誉主席 这个连战先生的姻亲 是以前我们知道 那个清果大王 陈茶某家族第三代 他今年已经96岁 陈茶某 台湾的清果大王 是台湾最早最早 把台湾的香蕉 卖到日本去的 香蕉我们的台语怎么说 金焦 金讲的是黄金的金 他真的就是黄金 因为早年我们都靠这个 赚了很多的外汇 陈茶某呢 过世的时候 他们的家族 就累积快千亿的身家 我讲的是陈茶某 那我接下来要讲的是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陈建宗 是他的老大 就是现在的尹川建宗 他的老大 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变成尹川建宗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事业 是跟日本人有合作的 他现在已经入日本旗了 他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陈川建宗现在已经90几岁 有中度失智 他的大儿子 来很像宫斗剧 大阿哥 联合了三阿哥 跟谁呢 跟家里最重要一个老禅 一共三个人 跟法院提起诉讼 说什么呢 就说我爸爸现在中度失智 没有办法就处理所有的公司 刚刚讲的有千亿资产 他没有办法处理怎么办呢 在法律上有一个辅佐的 很重要的辅佐的任务 辅佐人 意思我是辅佐人 你可以把公司交给我 对 那老二有意见了 对 老二觉得我本来住在日本 我是爸爸从日本把我叫回来的 我又照顾爸爸 我当然也要接掌这个家里的事业 所以我不同意交给老大 所以老二联合谁呢 老二联合了妈妈 哦 不要忘了 太后决定谁 对不对 宫斗剧里面 皇太后 通常都是最后的那一强 他结合的是妈妈跟妹妹们 不要忘记 我们今天讲遗产了 女儿都是有份的 他们也提起诉讼说 不可以给老大 应该要给老二 所以哥哥派跟弟弟派就闹起来了 最重要的宫廷大戏是 你们炒成这样 那我们问一下当事人 你知道尹川建宗先生好可怜 因为他90几了嘛 那法官就说 你必须来庭上让我看 虽然有一些医疗证明嘛 这律师也知道 但法官要亲自问他 狮子是有时清楚有时混淆 对 比如说在问他名字的时候 他答得出来 然后问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他答得出来 他还跟法官会交流 会交谈一下 接下来法官问他一些 比如说你现在的事业题 有哪些哪些 他没有办法 那个时空就错乱了 就讲不出来 法官就觉得不行了 他的确需要有人辅佐 可是判给谁辅佐呢 法官最后判了什么你知道吗 把这个尹川建宗先生 交给社会局来作为协助 就你们两派都不要吵了啦 给第三方 因为你们提不出第三方啊 你们如果提出一个公正人士 那法官就判给公正人士 那不行啊 因为这个家族太大 那不好意思 现在我就判给社会局 这是第三个公正人士 也就是说将来 这个尹川建宗先生 要分配各种遗产 或者公司有中他这个决策的时候 要先问社会局 尴尬 也不一定啊 因为就是说 他这个案子 辅助宣告跟一般监护 有一点点不一样 辅助宣告说 他有重大事件的时候 才会找辅助人 所以今天 如果没有重大事件 社会局也没事 就例如说重大 他说我现在把 例如说什么大器要卖掉啦 大决策 对大决策 我东西要赠予给你 或做生意签约 这都不行的 因为必须旁边要辅助人出来 说我要帮你看看 OK 那在实务上的话 法院 如果大家在争夺 如果全体的人都说 好我就给老大 或给老二 或给妈妈 这样都没问题 可是两派的时候 法官就会 现在的 他不见得会查出水落石出 所以看看是不是社会局 或者是共同 共同就不行 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让一步 纵使让半步 也OK 有这样 事情就解决了 也不至于要交给社会局 但是假如说再来是有钱人 有钱人家在这边争来争争 为了争争 还有的争 其实高警官 高警官经过很多老人家 被子女弃养的可怜案例 不见得是有钱人 那当然 那也许观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 子女服为什么不看子女宫 要看田仔宫呢 因为子女宫是看你跟你子女的对待关系 你们的关系是紧绷的呢 还是很舒缓的 你们平常的相处是很甜蜜呢 还是好像是吃了辣椒一样 但是子女会不会回馈你 他会不会照顾你 他以后会不会在你的身边 那个就是要回田仔宫来管 其实高警官 高警官经过很多老人家 被子女弃养的可怜案例 不见得是有钱人 那当然 我在90年文山一芬局的时候 碰过一个案子 当时通报说 在我们辖区有一个房子 就是一二楼套厅的那种房子 有石抽味 那石抽味 很多其实很多制服警察 他是不敢看死人的 那有的也怕忌讳嘛 那我说赶快进去啊 为什么还在那边呢 他说我们不敢进去 因为里面都暗了 那我说什么好不敢进去的 那我就消防队来的时候 我跟他借个小型的探照灯 进去之后我找不到那个灯了 那个房子满老旧的 我就找不到那个灯之后 我看到一楼进去 像那个长方形的地固厨那种 进去里面就有左边一个房间 后面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 那我就看到第一个房间的时候 门有一点里面的微亮 就是像我们那种小灯泡 像五足光那种小灯泡 那闻得很臭 那个味道从门一进去 那个味道就呛鼻非常难闻 那我进去的时候 我那个消防队的人在我旁边 我们门一进去的时候灯一照 就看到一个 差不多瘦巴巴三十公斤左右 三十公斤 真的三十公斤 瘦巴巴的人好像死在床上 被皮包都死在床上 然后盖着一层薄薄的棉被 那我就看那个消防队一下 那消防队就过去 要摸他的脚步 是不是瘦巴巴 然后就说是不是死亡了 一过去一摸 那个阿嬷的脸转过来 眼睛来看着你 没死 他那个眼睛 咕噜咕噜的这样转来转去 那消防队吓一跳 阿阿医生 我也阿阿阿医生 他说一天我们阿医生 想说发言什么事情的 外面的警察还跟着啊 我说你啊什么啊 被那个阿嬷 那个眼神吓到了 说快快 赶快 赶快先送医院 我就把里面没有灯 就一个五烛光的小灯泡射 把探照灯 说再拿一个探照灯进来 因为他那个是地狗厨 那阿嬷我们也不敢乱搬 太瘦了 一般可能骨头会断掉 那说找他我们家属 派出所说 有 他有儿子 还有媳妇 还有孙子 我说赶快通知 快先通知到医院再说 那我们就送医院 那那个抬不叫怎么抬 你抬这个头 他的头整个就快掉下来 你抬那个手 他的手整个就 全身就是骨头而已 就一层皮这样子 可是眼睛就这样转来转去 那一抬上来一伤 他屁股都入窗 整片都是虫 整片那个床垫都是虫 然后大小变湿性 全部都大小变 我说这什么情形 怎么会有这种 什么时代的还有这种老阿嬷这样子 太不可思议了吧 那就是用他那个棉被 整个棉被这样一人拉一头的棉被 两个抬棉被 把他抬到担架推出去 那送到医院就是开始把他注射营养剂 把他扎起扎巴了 反正就是尽量把他给他灌树营养 他儿子来了 因为左右邻居要讲 这个阿嬷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单身 就是单亲 那带个儿子 那儿子他就是在我们那边卖面 卖面养儿子 让他儿子读书 结婚 生子 然后带孙子 然后就 儿子不是到医院了吗 到医院冷冷淡淡不讲话 然后我看怪怪的 我就跟派出所说 先把他带回警察去 要有遗弃的可能嘛 那我们带回去警察去了解 他后来才知道 因为他的阿嬷 叫做妈妈 他是生病之后就是中风 不要是男生才会中风 女生也会中风 瘦瘦小小也会中风 那中风之后 一开始他说他有 有请看护 那久病无效值 他说他请了看护 那外劳 甚至外劳没钱了 没付了 跑了 那他以前他会 请外劳帮他洗澡擦背 换乳疮啊 然后或者是喂他吃饭 吃点牛子的东西 他后来所事就是 直接碗就放旁边 那人家讲说 你碗放旁边 饭给他 他也没办法吃嘛 问那个 媳妇还没回来 就问那个孙子 那你为什么 没有跟那个 爸爸去看阿嬷 他说妈妈说阿嬷很臭 叫我不能靠近他 为什么不把他移到医院去呢 他儿子讲没钱 第二个 说因为房子是我妈妈的 他还没有死 我不能办过户 那后来我们 当然就是 以 以医器 那个人的仪器 把他移送 那移送就是 他连他媳妇我们移送 那移送的时候 那妈还好啦 后来是有救回来 有救回来 但是不能讲话 那种风不能讲话 可是看人的眼神 他就是会 他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回你半句话 那当时我们把他的孩子移送的时候 他孩子要运言 那是我家务事 他迟早还是会死掉 那不然你要帮我养 因为当时的社会机构 没有像现在的那么好 那当时的社会机构 没像现在福利 没有这样那么完整 所以有时候 你把他送给社会局的社工 社工他也只能按摩能住 因为他有儿子媳妇 所以很多社会社工 也无法介入这个事情 好 来来来 我们来请教玉佩老师 老师什么样子媚命格的人 比较好名 他能够想子女运 好 请大家把子媚面盘端出来 你是不是一个可以想子女运的人 我们要看天宰宫 天宰宫 大家把天宰宫拿出来 你敢看 我看 我看 我们来看第一个组合 你可以想到子女运 子女服的 是你天宰宫 是因为知恩图报 然后懂得反馈你 天宰宫有什么心呢 做到了天良或是天下 掌声鼓励 我也有 我也想说你没有 我车不给你除了 好 那也许观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 子女服为什么不看子女宫 要看天宰宫呢 因为子女宫 是看你跟你子女的对待关系 你们的关系是紧绷的呢 还是很舒缓的 你们平常的相处是很甜蜜呢 还是好像是吃了辣椒一样 但是子女会不会回馈你 她会不会照顾你 她以后会不会在你的身边 那个就是要归天宰宫来管 为什么呢 因为子女宫跟天宰宫 他们彼此是对宫的关系 他们互为 子女宫的对宫就是天宰宫 那通常我们在看命盘 并不喜欢子女宫做到很强势 很旺的心 什么叫做强势很旺 比如说你的子女宫是紫维心 或是天府心 或是舞曲心或是七煞心 这个都很强 可是如果你的子女宫做了那么强的心 但是你的田宰宫很弱不好的话 那就表示未来你的子女说不定 他真的可以成龙成凤 但是呢身为父母亲的你 你得到只有两个字叫做骄傲 因为他太忙了 他没有时间照顾你 但是呢田宰宫做到了 天良或是天象 这两颗心它是非常非常平和的 就代表呢 未来你的子女的前途 虽然没有像那种大商人一样 风风火火搞得惊天动地 可是你们的亲子关系是非常甜蜜的 你们的关系是紧密在一起的 子女非常善解人意 最重要的古书上面说哦 天寰宫有这两颗心的人可以有子送终 所谓的送终不是送你到山上 而是当你闭上眼睛要断气的那一刹那 你放心 如果你有儿子的话 你归天的时候 你的孩子都在你身边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呢 能够享子女福 是享受什么呢 因为子女进取上进 她能够荣耀父母 他们其实很在意 很尊重小孩的价值 所以呢 在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环境许可之下 小孩真的想学钢琴 OK妈妈算一算 嗯钱够 好就让你去学了 好可能学两个月之后说 我不喜欢钢琴 我想学打鼓 OK好那我们就去学打鼓 对 那钢琴怎么办 钢琴就是把它退掉 或者钢琴卖掉 钢琴课就不要上了 他不会回头把它打一堆 如果单纯以这个星座特质来说不太会 除非要搭配其他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呢 能够享子女福 是享受什么呢 因为子女进取上进 她能够荣耀父母 田宰宫如果做到的是 太阳或是天福的人 不好一直说自己又有 真的 好棒好棒 这一题好像爽到了精神 从小的时候 他的荣誉感就非常重了 天才公司这个组合的人 小孩可以说是聪明伶俐 学什么像什么 而且会有一些些所谓的艺术的天分 那小小年纪在学校 要不然就是表演 要不然在学业成绩上面 就会让父母亲很有面子 因为他经常性的拿奖 而且他也很会察言观色 他特别喜欢看到 父母亲以他为荣的那种喜悦感 所以他为了要得到 父母亲的这样的表情 他可以是卯足了 他会去表演的 他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且他们在同年年的孩子当中 他们的思想算是非常的成熟 比别人想的会比较多 那这个组合的孩子呢 未来的成就就很大了 那唯一有一点点遗憾的就是 他可能就不能守在父母亲旁边来尽孝 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他不孝顺父母 而是人在江湖他身不由己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完全在于父母当事人的一种感受 比如说尽存他两个都对到了 他既对到上面也对到下面 就表示这两个孩子呢 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有的父母认为 我对孩子的期许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个有生有色的人 希望他有成就 他在不在我身边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那其实呢孩子孝顺 不一定要把他绑在身边 只要说他的心里还有我这个父母 我认为这就是孝顺了 他只要父母亲能够打开这样的一个心结 在不在身边其实是OK的 所以这两个组合 只要有对到的人 都代表你是可以想子女运的人 子女福的人 只是看你享受到的呢 是他在你身边 还是你想受到他的荣耀 给大家做参考 从星座的角度 Amanda老师也可以帮我们分析 哪些星座的人 子女运是特别的好 特别的子女会孝顺他 我们都希望子女能够孝顺对不对 但你说想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都是从小跟父母怎么样 一起讲 就是受到父母的教育长大 所以我们很多学习的对象 最早开始都是父母怎么对待我们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也会怎么对待身边的人 因此呢 我们看希望子女非常孝顺的人 通常我们当父母的时候 在对待子女也会特别的用心 这是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从星盘当中呢 我们知道太阳跟怎么扮演父亲 这个角色是很有关联的 月亮象征怎么扮演母亲这个角色 今天特别我们还可以从星盘当中的 第五宫来观察 什么叫做第五宫 因为第五宫在星盘当中 跟子女的互动是特别有关的 我借用一下静存姐的星盘 这个可能需要大家画出这种圆形的星盘 比较好去观察 可以上网去download下来 对或者是你可以用推算的 如果上网这个download下来会是最准确的 我们会看到有这个 就是会有数字 会有12345不同的这个区块 好那像静存姐来说 他上升第一个区块是天平座 然后数到五 第五个区块 这边标注了水平座 意味着静存姐的第五宫 就是水平座这个星座 好是这样子解释 那如果像讲话 水平座就代表静存姐这个人 跟子女的互动 他怎么对待子女 就会带有水平座的这种色彩 可以这样子类推 那如果观众朋友们 能够上网抓会是最准确 因为有时候宫位会有一点这个不同 那如果不知道我们用推孤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 先比较大略的方式来推算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对照表 这是黄道的12星座 所以先找出自己的这个上升星座 然后呢我们依黄道的星座 算第五个 就是我们的第五宫 以盛美姐来说好了 好盛美姐跟这个高警官上升 其实都是射手座 两位都是 所以我们把射手座当作一 开始算一二三四五 所以两位的第五宫 都是这个白羊座或我们称为母羊座 就是要这样子以黄道的星座 从上升来推算的 所以两位跟子女的互动 可能会比较热情有活力 比较冲动一点 会有这样白羊的特质 那举例来说 如果某个这个观众朋友们 可能我们上升是水瓶座的话 好那我们就从水瓶座开始算 一二三四五 我们的子女的这个互动 我们就会带有双子座的色彩 好可以这样子推估 好但是因为这个会有一点点误差 所以还是上网 如果能够画上圆形的星盘 会是最准确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太阳 月亮跟这个第五宫号 来看一下就是 什么样星座特质的人 子女真的会是特别的这个孝顺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有在金牛座的朋友 我们说金牛座的朋友呢 子女跟她的一个互动会是 子女对待她会是经济优渥 生活无余 怎么说我们当然要先从这个 有这些在金牛座的朋友 我们自己扮演父母的特质来讲好了 你知道像当自己有小孩之后 有的父母会说小孩要什么 说啊其实家里已经有了 不要买了对不对 好可能要买个新玩具 会说姐姐就有了啊 干嘛还要买新的 好那可能小朋友想要学什么 学钢琴好了 会说你现在年纪太小了 等大一点你兴趣确定了 我们再来学 但是金牛座特质强烈的父母 他们其实很在意 很尊重小孩的价值 所以呢在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 环境许可之下 小孩真的想学钢琴 OK妈妈算一算 钱够好就让你去学了 好可能学两个月之后说 我不喜欢钢琴 我想学打鼓 OK好那我们就去学打鼓 对 那钢琴怎么卖 钢琴就是把它退掉 或者钢琴卖掉 钢琴课就不要上了 所以他不会回头把它打一顿 如果单纯以这个新作特质来说 不太会 除非要搭配其他的 也就是说他们很在意去呵护 这个小孩的一个价值 很尊重他们的意愿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 会让孩子学习到什么 日后父母年老的时候 父母有什么需求 其实在我的条件范围之内 我会尽量去满足父母的 想要的一个东西 比方说可能真的父母家里面觉得 最近这个冷气有点吵 那说好那我们可能考虑换一台这个什么 又省电又安静的冷气 对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所以会在比较资源条件上 会满足父母的种种需求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 如果有落在天平座的父母 因为呢 孩子能够揣摩心意 不会忤逆父母 我们说天平座特质强的人 自己扮演父母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非常公平的 举例来说 有的家庭可能这个有老大 有老二有老三好了 那通常我们都会说要这个节省一点嘛 或是环保一点 这个哥哥穿好的衣服呢 我们就给老二穿对不对 然后给老三 这样是很习服的 但是对于天平座的这个父母来说 他们也会家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 当哥哥买了一件新衣服的时候 天平座的爸爸猫他会想说 可是不能够亏待弟弟妹妹 我们也要添购一个什么新的东西 给弟弟妹妹 就是尽量做到公平这样的一个态度 而且天平座身为这种 我们说开创的枫园树星座 他们对于这种孩子的这种知性 想法是非常的尊重的 他们会去体谅 会想要知道说 孩子你今天开不开心 你最近在想什么 他们很重视亲子的沟通 这方面的互动 所以当这个天平座的父母 自己的孩子成长之后 这样的孩子从小就习惯 我要去了解他人的想法 而不是一意的孤行 所以天平座的父母 他们自己的子女 对于天平座父母的一个意见 也会特别在意 比方说年纪大了 有的星座说 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快到了 或是父亲节快到了 我就送一个 我想要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 对不对 但对于这个星座的孩子们来说 他们不是这样 他们会问说 妈妈或是爸爸 你最近你想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他们会是去揣摩父母的心意 而且尽量的能够配合父母 为最高的原则 所以是这样子的 非常孝顺的一个星座 第一名呢 我们来看 如果是巨蟹座的父母 因为呢 关系紧密 遵从父母 怎么说 我们先讲 身为巨蟹座特质的父母 当有了家庭之后 可能像他们在 不管是你说 这个找工作 换工作的时候 他们最在意的什么 第一个就会问 请问这份工作 不是问薪水 请问这份工作 周末需不需要加班 平常要加班的 这个几率高不高 为什么 对他们来说 这种工作剩余的时间 基本上是要全家一起活动 一起互动的 所以从小呢 从孩子们小的时候 巨蟹座特质的人 他们会营造出 我们是一家人的 这种紧密的一个关系互动 家里面什么事情 跟爸爸妈妈讲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互动 所以当孩子成长之后 父母年老之后呢 孩子他们会觉得说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长大的 大家要知道 我们常讲孝顺嘛 对现代人来说 要做到孝很容易 物质条件 这个能够满足父母 这个就是可能是一种孝 但要做到顺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对于巨蟹座的 这个人来说 他们从小因为这样的 一个紧密的氛围 所以他们的孩子 其实对父母的种种需求 也会非常的尊重 会是真的是那种 我们讲说贴心的 小棉袄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 遵从父母的意愿 所以会是这个孩子 子女孝顺排行榜的 第一名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 到底我们的子女 孝不孝顺 镜头狗马上回来 帮你算一算 因为未来我死的时候 我怎么能去证明 他不孝呢 所以你必须要把一些 相关私人写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这时候 除了你讲以外 还要把这个地方弄清楚 到底看哪一天 没来看我住院 例如说我刚住院 我今天住院 你到今天晚上没来看 你就不孝了 这就不行了 懂吗 例如说我住院 我从去年到现在 住你住了一年 那我看物都知道 他都没来 那我还打电话给他 写LINE给他已读不回 怎么样 各式各样告诉他不行 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那就会变成有效 好玩 好玩 来来来 如何剥夺不孝子的继承权 要确定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很不孝顺 这边有一则新闻 有一个邱先生 罹患了肝癌 他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 他的独子 记住 他有独子 但是他还有女儿 他的独子都没有来探视 他就觉得非常不爽 他就跟医院请假到 律师事务所写一桌 他很慎重 到律师写 然后指独子非常的不孝 不能让独子继承 他的遗产 而且其他的房产名价 都归他所有的妹妹所有 他是在律师楼 找律师写下这个 结果这个邱先生过世之后 这个邱先生的 这个 他的女儿 就依遗嘱跟地震机关 申请登记 遭独子之疑 这个邱先生的女儿 为此向法院提出 确认遗嘱真正之素 所以他这个感觉上有点 他对他这个独子不爽 他去律师楼写了 那人家有没有公正认证 不知道 因为到律师搜索 但是就是说 他独子其实从头到尾 都没有去 到他爸死了 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都以为他会分得到 到最后他爸死完了之后 女儿才提起说 不过这地方有争议 如果大家注意听的话 这个是说 这遗嘱有没有效有争执 可是到底继承群 有没有效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 你看这个独子说 那个遗嘱可能是有问题 所以打遗嘱无效官司 那虽然这个判决 也许第一神认为说 遗嘱是有效的 可是遗嘱有效完之后 接下来第二问题 没有 还没处理 到底独子 有没有办法继承爸爸的财产 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遗嘱跟继承群的丧失 是两件事情的 我觉得 那有没有说 我反正是你儿子 我不笑就不笑 不笑又怎样 我反正 我反正站怎样 我都以我的一分心 这样讲 有没有这个态度 对一半 如果你没有真的很不笑 还OK 就是小不笑 叮叮嘴啦 逗逗嘴啦 然后有时候就是爸爸讲 妈妈讲不太听话 小不笑还OK 可是大体上还是听话 你叫我回去 我还是爸妈 还是有这样 还OK 大不笑就举办说 你刚刚有骂爸爸妈妈 怎么不早 早死啊 拍桌子啦 甚至说都不去看他的话 这个都会 这叫大不笑 所以要看大小不笑 可是大小不笑谁知道 对啊 谁判 法官知道 所以你要让 你要让这个事情 很清楚的时候 记得你要落下 留下证据 而且不能弄假 要用真的 也就是我常常讲 我们不需要用假的 用真的就好了 如果今天这个案 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 丧失继承权的声明书 我讲我的儿子 他非常不孝顺 我把他举例出来 而且不是举例 是把实情讲出来 你看 因为本人的儿子 常常无故殴打本人 持有民国几年 106年1月10号 几年几日 有验商证明 对不对 有验商证明 而且甚至在107年5月的时候 他把本人打到什么 住院 有诊断证明书 也有邻居李小华 可以作证 构成本人重大虐待 无辱 所以本人深感 痛心 实在无法原谅 所以在此声明 某某某 上司本人遗产继承权 一起本人所有财产 他不能继承 因为未来我死了之后 我怎么能去证明 他不孝呢 所以你必须要把一些 相关诗证写下来 但如果说没有的话 其实法院也不见得会判 因为也有几个案例是说 有时候是不辅情报道 因为两派嘛 有时候真产就两派或三派 那一派就说 那他就不孝 爸爸在那时候 可能失智 我怎么写下一些东西 那真的没有打 真的没有骂 真的没有这个状况的话 法官也不会乱判 所以某些情况下 我们要知道 剥夺继承权 是大不孝 你才可以剥夺他的继承权 小不孝 小小斗嘴 或者你自己不太喜欢 他也不能任意剥夺 还是要证据跟证明 保留下来才是有效的 要重大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这时候 除了你讲以外 还要把这个地方弄清楚 到底他哪一天没来看 我住院 例如说我刚住院 我今天住院 你到今天晚上没来看 你就不笑 这就不行了 懂吗 例如说我住院 我从去年到现在住 住了一年 我看护都知道 他都没来 我还打电话给他 写LINE给他 已读不回 怎么样各式各样告诉他不行 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那就会变有效了 律师就要帮他做这个事情 把他纯正留下来 相关东西都把他留下来 甚至把老先生老太太的 录音录影都把他拍摄下来 那这样的话 我也法官说 会不会是你 这个某一个人 逼迫他写 不会 我们放一段录影 但你看他自己讲的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 孝顺能可以拿多一点 不孝顺能就拿 该拿少一点 这个来 接下来高警官讲故事 听过不孝子伤透父母心 然后最后遭到报应 我们喜欢听到报应 我们当警察那么久 看到不孝的 很多都是宠出来的 都是宠出来的 好坏坏 那有一次我去处理一个 在那边死亡案子 那法医检察官一看的时候 一看 原来他旁边很多酒瓶 那这我就 联络当地的辖区 我说把他的资料 调出来 那才查到说 原来这个人常常在辖区里面 对着他的父亲母亲动辄打骂 随时随地三至金五至金 就把他爸爸抓来撞墙壁 把他妈妈这样 就说你不去死一死 那因为 他是拍出所的头痛人物 那突然在那边死掉的时候 就通知他妈妈来 到现场去认识的时候 他妈妈淡淡讲一句 戏啊 就这样死掉 也没有很伤心 原来他还有一个姐姐 那他爸爸妈妈非常重男轻女 从小就很讨厌女生 但是喜欢那个儿子 所有的东西物资都给儿子 那也明确地跟他的女儿讲 你以后一毛钱都没有 那所以所有邻居都知道说 他就是从小很宠那个儿子 但是他常常也听到 他的老爸爸老妈妈 被他打哀哀叫 潘之所去到现场 妈妈又说没事没事 反正因为这种家里的家暴 当时没有什么叫家暴法 那所以父亲母亲 被他这样恐吓淋虐之下 曾经为什么开始敢恐吓他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工作 他从退伍回来完全没有工作 但是没钱啊 那老爸爸妈妈也是务农啊 没有钱啊 他就跟他爸爸讲 你山顶的土地 家庭给他拿救急 就叫他房子去借钱 设定 那借钱了之后 钱他也不工作 他跟他爸爸讲说 要去投资做生意 他也没有工作 就把那个钱拿来四处去花 朋友来喝酒啦 就把他花光光 生活就是喝酒喝酒喝酒 那等到他死掉那一刹那的时候 他爸爸跟他妈妈 旁边的邻居讲说 你为什么不找你女儿回来 他说我没有脸找他回来 然后是由我们辖区的派出所同仁 打电话给他女儿 他说你爸爸 你兄弟死了 那你爸爸妈妈希望你回来 你愿意吗 他女儿很快马上就从罗斯福路那边回来 回来之后 处理他弟弟的后事之后 当然后面 他女儿也把他爸爸妈妈接过去住嘛 反而其实 真的是女儿是比儿子还孝顺 那事实上来讲 你周遭如果有这种类似家暴的情形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要较贵的 多尽力分析力 通报一下这样子 是是是 好来 阿Menda老师我们也来分析 什么样星座的子女 特别的体贴父母 体贴其实我们讲说 体贴的意思是说 他们会去更加关注父母的一些 内心的想法啦 内心的活动 然后去尽量的配合父母的意愿 那我们星盘当中的 太阳跟月亮这两个行星 除了代表自己扮演 爸爸妈妈的角色之外 它也代表我们怎么跟自己的父母互动 也可以从这两个行星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太阳跟月亮有坐在狮子座的朋友 会关注父母的一切所需 狮子座大家在讲说 狮子座的人很在意自我对不对 但是你去观察 如果太阳跟月亮在狮子座的人 他们对于父母的种种要求 其实是特别在意的 好我们知道这个孝经一开始就有讲 是说这个什么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是孝之时也 这只是孝顺的开始 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段 他说一个人应该要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这个才是孝顺的宗旨 也就是说狮子座的人比较能够做到这一点 以这个为目标就是 我自己要能够可能有一些功成名就 让我的父母觉得有这个子女是很骄傲的 对这个来说是狮子座的一种孝顺的方式 好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狮子座的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在意父母的言行 父母的想法是因为 其实狮子座的人平常看起来很威风 好像一副我很大的样子 其实他们的内心非常渴望 来到父母的一个肯定 就是你去观察 如果是太阳或月亮在狮子座的人 他们做了很多符合父母的要求的行为 目的只是希望得到一句父母的肯定 比方说从小可能自己呢明明很喜欢跑步啊 这种运动 可是呢爸爸妈妈就说 啊这个小孩子啊 你看这个漂亮漂亮的女生 女生就应该学个乐器 这样子才美丽才才够这个温柔 这时候狮子座的孩子 他就会乖乖的去听从父母的意愿 去学个乐器 希望自己做得很好之后 得到父母的肯定 跟赞美 所以也因为这样当长大之后 他们会去关注父母所有的需求 也希望能够做好之后 得到父母的一种赞美跟肯定 那么第二名如果是有落在双子座的人 双子座的人能够察言观色 彩衣于亲 对会有这样的特质 我们说双子座特质强的人 他们其实在整个家庭里面 往往扮演一种好像 他得去适应大家的这种角色 怎么说呢 所谓的家庭不只是父母 可能还有兄弟姐妹亲戚 好谁跟谁 比方说谁生气了 这时候有时候双子座的人 他们就会说哎呀不要生气嘛 就是会去居中协调 搓搓汤圆的 或者是呢家族里面 有人这个吵架了不讲话了 这双子座特质强的人 他也会去扮演一种 好像居中协调 传递讯息的这种角色 一样的对于父母的态度 双子座的孩子 他不管自己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 当爸爸妈妈说了一个意见之后 他们会去哎 我该怎么反应该怎么做 爸爸妈妈会比较开心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灵巧 很灵敏的星座 会知道我该怎么做 会让父母开心 而且尽量没事在家 就会扮演那种 好像比较这个喜剧担当的角色 就是去那种常常讲笑话啦 或者是做出一些 好像像大家会哈哈一笑的 这种行为 是这样子的方式 来让父母这种和颜悦色 觉得心情愉快的 第一名 重点来了 孩子不学好也就爸 有时候妈妈很认命的 后来是这个儿子 要跟妈妈要钱 后来就吵架 吵架之后呢 儿子就大骂这个妈妈 还动手动脚 要打这个妈妈 之后呢 有一个证据了 这个孩子就赖这个 用赖就骂这个妈妈说 我跟你说 第一名如果太阳跟月亮有落在 巨蟹座的朋友 我们说巨蟹座的人 特别能够分忧解牢 巨蟹座的人 他们其实这种 整个感受感觉是非常敞开 很灵敏的 就是对 尤其是对家人 家人有什么需求 什么样的这种 想要的东西 有时候不用开口 巨蟹座的人都能够觉察到 而且他们会默默的做 不见得会告诉家人 举例来说 他可能会观察到说 最近好像父母 这个有点眉头深锁 他想说 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开心 可能是 这个什么亲戚之间 有来借钱 那父母觉得 借出去了钱 可能又要不回来 可是不借又怕伤感情 那这时候巨蟹座的 孩子他们会是 我知道父母 因为这种事情烦恼了 他们可能就默默的 私底下联络这个亲戚说 那要不然 我这边可能有一些些 虽然金额不够大 先跟你周转一下 就是用这种方式 也不邀功 但是呢 能够替父母分忧解牢 非常的 所以是这种 体谅父母排行榜的第一名 提供给大家参考 盛美 盛美 有父母惨召子女欺负 最后让子女受到惩罚 对 因为台湾现在 很多都是单亲家庭 然后很多是妈妈自己照顾孩子 越是这样子越没有安全感 在新北市有一个单亲的妈妈 她跟她的儿子相依为命 到儿子18成年之后呢 其实妈妈做一个小生意 攒了一点钱 很努力的生活养大小孩 真的很不容易 妈妈自己本身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房子 所以妈妈呢就想说 孩子将来长大 也是要给她一个房子嘛 所以妈妈就先 用自己这个很旧的房子 跟这个农会 大家也知道好 现在农会还是可以贷款 跟农会就贷了一点钱 就帮儿子买了一个房子 买了房子之后呢 这个头期款当然是妈妈出 但是就是儿子的名字 这等于是她送给这个儿子 接下来呢 很多的钱她就会帮忙付嘛 每个月的房贷之类 那之后呢 这个儿子你知道 有时候给了他房子之后 后来就不学好了 儿子书也没念好 也不找工作 他就觉得反正 妈妈会帮我出这个钱 后来变本加厉 这个孩子呢 因为这房子是我的 他竟然把这个房子 拿去二胎 就是去银行借了钱 来给自己购 他没念书他还赌二胎 对啊 那你借了这个钱 问题是你知道 你房贷加二胎 你是不是要还 因为你如果不还 房子会被拿去抵押 这很简单的道理 那妈妈又帮她 把二胎的钱给还了 所以前前后后 其实妈妈光为了 这个孩子的这个房子 花了五百万 重点来了 孩子不学好也就罢了 有时候妈妈很认命的 后来是这个儿子 要跟妈妈要钱 后来就吵架 吵架之后呢 儿子就大骂这个妈妈 还动手动脚 要打这个妈妈 之后呢 有一个证据了 这个孩子就赖这个 用赖就骂这个妈妈说 我跟你说啦 你这辈子是妓女 你下辈子还是妓女 什么 真的 这话怎么能讲啊 为什么不早点死 那因为这妈妈 真的气急败坏 但是妈妈聪明的是 第一 我到法院去 第一申请一件事情 就是家暴 无论你有没有打我 这是言语家暴嘛 对不对 这构成家暴 我先去法院就是 申请我的小孩对我加暴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要告我儿子 我付了这500万 你不要吐回给我 好啦 跟前面那个阿公很像 对不对 可是这是个成功的案例 是我要告诉各位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也会惶恐 觉得这个钱出去回不来 没有 我们的法律修正过了 有一个房不孝条款 那我不是那么了解法律 等一下律师可以补充 房不孝条款意思说 我现在房子给你 即使20年前 30年前给了你 当有一天我知道你对我不孝 我就要举证 我举证当我知道 那一天算起的一年内 我可以提出诉讼 你要把东西吐还给我 所以这个妈妈上法庭 告儿子之后呢 儿子就辩解说 没有啊 我跟你们讲啦 那房子去抵押 是我妈去抵押的啦 不甘我的事 我妈吃喝嫖多 就讲她妈怎样怎样 因为儿子一定也会辩解嘛 这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 你儿子就讲说 没有错啊 18岁时候我妈房子 就是我用我的名字 可是她已经送我了 凭什么拿回去呢 对不对 那中间她缴到钱 也是她愿意啊 也对啊 这房子是她妈妈 心甘情愿要送给她 可是最后 当这个妈妈 把所有这个儿子对她家暴 然后这个简讯秀出来之后 法官就立刻判了 儿子还妈妈500万 就是说任何一毛钱 你就兔还给你妈妈 这才对嘛 对不对 500万捏 换来一句凶的 不是还换来这些羞辱 真是情何以堪啊 好来 我们来请教了李老师 什么样性命组合的人 从来不用烦恼子女的问题 那家务 没有这么好的事 真的没有 其实我们这个题目叫做 从来不需要烦恼子女的问题 是因为你在烦恼之前 你已经做了一些训练了 所以你把孩子给训练好之后 你以后你就不用烦恼这个问题了 但是每个父母亲 对于孩子在意的问题不一样 那我就提了两样 一个是属于学习的 一个是自给自足的 这一方面的 那我们来看呢 第一个组合是 她不用在意子女的问题 是因为子女很认真 能够自动自发 这个指的是她在学习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的是递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把递格总格的笔画拿出来 看一看 高警官的递格是12画 总格是22画 盛眉的递格是24画 总格是35画 当然我们对到笔画就已经有70%了 那如果你又能够对到用字的话 那你真的训练好你以后 真的就不用再烦恼心的问题了 好 我们先来揭晓递格总格的答案 递格总格如果分别出现了 11 16 21 24 32 41跟52的人 那么在用字上面来讲呢 好 我一起揭晓 男生的用字是 连 姓 奴 琪 宋 伯 远 女生呢是 取阴 雪 燃 冲 真 欲跟 燕 好 那为什么 子女会很认真能够自动自发呢 是因为呢 父母亲很在意这一块 所以他从小呢就把孩子训练的自发性很强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到了孩子该去做什么 就是孩子有他自己的一个警报器 他觉得他就该去做什么 他不会去跟父母亲讨价还价 他也不会让父母亲一钉再钉 比如说时间到了8点钟知道该写功课了 所以呢他要放下他眼前的电视 他就乖乖要去写功课 或是说呢他该看书了 他就必须呢放下他手中的水果 他乖乖的去看书 父母亲很在意他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他就会这么做 其实这个组合的父母 他除了重视学习之外呢 他们也非常重视孩子 他的生活的一个规律性 比如说时间到了 你就该自己去刷牙 会自己刷牙的时候 你就该自己去刷牙 上床该睡觉了 几点钟那个闹钟一响 就自动自发的给起来了 那自己的东西呢 自动自发的把它给归位给放好 不要造成父母亲这些困扰 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也会训练孩子他的礼貌 看到人主动的叫人 主动的打招呼 也训练孩子的同理心跟同情心 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这个都是父母亲从小敦敦教诲 把他养成的一种习惯 所以呢 他就能够自动自发 而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字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教育 孩子就会自动自发 没那么好的事啦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是子女他非常的独立 他能够自给自足 帝格跟种格分别出现了 15 17 23 29 31 37跟47的人 那么男女分别用字呢 是彻欲怀缅修敦勤伟 女生呢是竹环净之威顺必更会 好 哇阿竹 为什么他会 孩子会自给自足 是因为他从小就把孩子教育的什么事情呢 都自己做 训练孩子独立的能力 训练孩子什么事情都不依赖父母 像刚刚说的什么长姐如母 长兄如父 他们会把大女儿训练成真的像妈妈 哥哥呢训练成像爸爸一样 你爸妈如果很忙 有加班的话 或是不在家的话 你身为姐姐 你身为哥哥 你就是要照顾弟弟妹妹 你主动的去弄东西给他们吃 你主动的去哄他们 甚至于呢 他们也训练出小孩子 小小年纪就要懂得自食其力 可以出去打工了 就自己呢去打工 赚一点学费 能赚多少 赚多少 不足父母亲帮你补 或是呢 你去办助学贷款 等你将来出社会了 有赚钱了 再来还 其实他们训练孩子 这种自给自主 并不表示 他们家的经济环境不好 不是 而是要让孩子知道 父母亲其实赚钱是不容易的 了解钱的一个重要性 当然也有的人 真的是因为家庭的经济 实在是很紧张 那孩子呢 从小就看到父母亲这么辛苦 所以他们也会主动去打工 来帮父母分担一些佳计 那其实把孩子训练成很独立 父母亲就不必那么的操心了 因为孩子他有很多事情呢 他都会成为父母亲 很好的一个小帮手 那如果说呢 观众朋友你对到的话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可是如果你对到了 你还没有做这样的训练 如果还来得及 你赶快做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 马上来进行数字测验咯 我们马上请周老师帮我们进行一个 未来一个月我还可以高枕无忧吗 来 老师 我们的幸运数字有 38415432 4706 6217 7920 好的好的 来直觉咯 高警官 6217 好的 加油律师 第一个3841 顺美姐 3841 老师们 6217 我也6217 5432谢谢 小和轮巴 4706 小心闪到腰 4706 我们来看看7920 7920现场没有人选 飞完全场前程 工作方面高枕无忧 所以说你在工作方面 非常非常的顺利 所以是在工作方面 能够高枕无忧 那现场比较多人选的 就是 3841 身体强见 健康方面高枕无忧 其实健康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你前很多没有健康 其实也不一定有用的 所以说相当的不错 是在健康方面高枕无忧 那我们再来看看 6217 来看看 这个叫做 如胶四季感情稳定 爱情方面高枕无忧 你们的感情甜到出之 所以说感情方面非常的稳定 你们中间是容纳不下第三则的 再来我们看看5432 5432是清纯贤的 这个叫 妥善的准备自由自在 就外出方面高枕无忧 对 因为你 对任何事情都准备得很好 不管是你去出门去玩或是到哪里 你其实在家里在外面你都准备好了 所以不用让你担心的 所以是外出方面高枕无忧 再来就是4706 杜琳哥显得 好 观众朋友显得 在哪里高枕无忧 这个叫做财神叫您财运当头 经济方面高枕无忧 所以在金钱方面 完全不用让你去担心的 所以是一样能够让你在财务方面高枕无忧 所以观众朋友也是一样 在经济方面能够让你高枕无忧 盖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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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莱玉 对 感谢您的收看 现在的同一期间 请准备收看命好玩 拜拜